2018年8月29日,不是5年1.58亿,要知道唐斯今下差点就和森林郎完成了签约,为何唐斯拒绝这笔合同? 最大原因还真不是他和巴特勒的矛盾,而是唐斯帕西博度裁掉他的好友Legart Garza,至于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故事,我们不做深究,总之森林郎现在只有一位球员有议员当合同为金斯,给出消息,该消息中还有另外的内容,唐斯是完全有能力和实力,牵下5年1.58亿合同的, 但是合同在198-20赛季生效,一旦下赛季唐斯入选最佳阵容,他的5年合同就会主动涨到1.7-1.91左右,所以近日西博度在接收采访时表示,森林郎对许约唐斯感到乐观,他们会为其匹配一份5年1.87亿的合同,如果这笔合同下来,相信最不服气的就是火箭夏佩拉了, 金夏卡佩拉和火箭达成5年9千万的合同,包括8千万的保障金和1千万的奖金,要知道在上赛季季后赛,火箭和森林郎的比赛中,卡佩拉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并不比唐斯差多少, 但是在合同方面,两人却足足差了一倍,卡佩拉近后赛场均是2.7分11.0,版1.3注2.1毛数据,唐斯是15.2分数3.4版2.2注1毛数据,卡佩拉近夏一直希望得到一份5年1亿的合同, 不过好在最后愿意降薪,留在火箭,一方面,想要他的球队确实不多,另一方面,卡佩拉对火箭的感情,最后就是在火箭才是有希望夺冠的。